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致富点评的环节 电话旁边接通了安生资本资产管理部董事王之一 Jason 早晨 早晨,Mini 你好 你好,Jason 近期澳门公布了9月旅客人数增加了8% 也带动了澳门的豪赌股向上 那么多个豪赌股里面,你又会看好哪一只 我觉得最近豪赌股相对地都叫硬正的 反而之前的龙头银鱼还是有少少落后 那我就建议投资者是可以看一看这只股份的 因为其实我想主要落后的原因 就是因为最近那个VIP的赌收 其实还是比预期的信息的 那你见到昨天金沙就出了业绩 那个VIP他们其实本身那个份额不大 但是那个下跌的情况挺严重 但是相反那个高端中场和中场 反而有一个9%的增长 都令到投资者第一觉得 这个中场的复苏其实势头都不错的 所以其实做中场为多的澳门股份 最近都相对强小一点的 但是我也都留意到近日文币是转强了 其实如果日文币转强 其实对VIP未来的业务 是有一个复苏的如是在那的 还有现在很多大行都说 就是VIP业务其实都还是在一个较差的情况 所以其实我想现在现时的股价 就有时候做VIP多的股份 都不多不少已经反映了这个情况 如果日文币继续强小一点的话 那我相信有机会VIP的复苏 那个时间可能会比预期高一点的 还有最近香港的事件 大家都认为影响到澳门的赌客的人数 刚才你也提到 反而香港这边就有事 澳门那边反而相对的平静 还有有机会可能受惠 因为最近中央出了几个政策 第一打造这个澳门 成为日文币灵魂中心 也都最近批评了它 就算在环琴博的通关那边 都给他们管轄的 那这几样东西都见到 就是中央有机会 令澳门就更加 那个决定大一点 从而就令到旅客或者发展更加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一刻来看 澳门股份其实相对都叫做旧安全 那可以想想 人如现在有机会 追落后和未来的发展 可能会做得不错的 那如果家庭观众想吸入这只股份 那他们应该怎样部署会比较好 我想分两住 那近期它都强势的 现在已经是可以买回住了 那如果有个市有什么回调 那再落回去五十元楼下的位置 那建议可以再加多住的 好 明白 那这只银鱼最新报 52.75 那就升了超过1.5% 那大家都可以留意着 那Jason 你本身有没有拿着这只股份的呢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你今早早的分析 不过提回大家了 刚才嘉宾所说的是个人意见 并不是任何的投资建议或者推介 做所有投资之前都要衡量自己 可以承受的相关风险 好看 好看 好看